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消息人士透露,阿尔法、罗密欧车队或将选择米克、舒马赫替代周冠宇加入车队,因为舒马赫拥有车队正寻求的赞助资金,周冠宇赛季后可能因赞助资金用尽而离队。 失去阿尔法、罗密欧作为冠名赞助商可能会导致索伯车队的预算更加紧张,因此车队有可能出售第二个比赛席位,而舒马赫成为首选人。 舒马赫是一个有潜力的选择,他也将与奥迪结盟。 然而,一些人认为2026年奥迪接管车队后可能希望找到更好的人选。 此外,舒马赫还提到了他的B计划,暗示他在2024年之后可能会考虑其他方案。